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新系西藏各族人民 亲自为新时代西藏工作谋偏布局 确立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墙边四件大事 为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劳记总书记的嘱托 西藏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团结一心 戳力奋发 努力建设 美丽幸福西藏 共援伟大复兴梦想 2021年7月 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 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总书记一路走来 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 阴阴之情洒向雪域高原 特别想对总书记说 这一年里我们高原生机勃勃 各自群众相亲相爱 生活非常甜蜜 总书记来到我们雪域高原 给我们带来了关怀和温暖 想起来就像在昨天 有总书记的领寒 我们信心满满 干净满满 生态是西藏的国之大者 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期间 再次强调保护优先的理念 指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 立在千秋择批天下 劳记总书记的阴影嘱托 西藏把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注重保护 向主动作为转变 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一年来西藏新增三个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区 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 重要师弟名录 曾经全国唯一没有树木 绿化的地级城市纳曲 消除了海拔4300米以下的 无数村 无数户 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2.31% 草原综合植被钙度达47.14%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 全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西藏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持续保持在99%以上 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 最好的地区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 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 在去年7月的考察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办好就业 教育 社保 医疗 养老 托幼 住房等民生实施 一件一件抓落实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橙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近日 山南森布日纳举 生态搬迁安置点 二期搬迁工作启动 两万六千三百多名群众 从纳举高海拔地区 搬迁到这里生活 来自双湖县的多马乡 萨纳沃村的淡增 正在收拾自己的新家 满怀喜悦地拥抱新生活 我们以前住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 树都种不活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我们现在搬迁到了这里 政府给我们建了新房子 家里也种上了绿植 考虑到以前我们主要以放牧为生 这里还建了现代牧场 日子越来越有笨头 2021年西藏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成1.12万套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各类补贴资金达24.2亿元 安排教育三包经费 营养改善计划补助经费 32.75亿元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标准 提高到月人均205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财政补贴标准 提高至年人均615元 五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 在西藏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快铁路公路 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 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年来西藏交通基础设施 持续改善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 完成扩能改造 贡嘎国际机场T3航站楼投运 拉萨至纳曲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边境星则边江星 边民赋则边防固 在西藏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 即至2021年底 624个边境小康村全部建成 边境地区水电路居等 基础设施全面改善 依托边境地区资源禀赋 目前西藏正在着力创建 国家固边星边富民行动示范区 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生物 文化旅游 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 惦记着我们边境各族群众 像我们贡巴村 虽然坐落在边境一线 但水电路网的方便程度 不比城里差 现在我们的港八洋有认证 可以卖出好价钱 我开了个零卡 还买了一辆跑运输的大车 想着再学点技术 就是特别有干劲 这些都是来自于党的恩情 我要牢记总书记的话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幸福家园的建设者